小猎狗的吼叫唤醒了整个龙多洛兹进列区 虽然只有几个月大 可发现没有家长守护 叫声的急切证明 它此刻充满了不安 年轻的磁暴也被这恐怖的叫声惊扰 紧张和好奇 它快速地爬到了高处 因为对于花豹而言 猎狗是凶悍的竞争对手 眼前的躁动不得不引起重视 这让磁暴焦急地视察着 西数草原上发生的一切 当然小猎狗的吼叫也绝非空穴来风 天色发白 非洲野犬们就早早地出门狩猎 庞大的家族阵容 从猎狗的领地经过 没有绝对的安全意识 捕食者同样会沦为被捕食的对象 并且语记得繁盛 西数草原上的竞争 还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激烈 很多时候并不是只有杀戮 才能让动物们忌惮 不同的捕食者之间 相互制衡 冲突不断 没有敏感的领地意识 根本无法保住老巢的安全 尤其是捕鱼幼崽期间 猎狗家族的首领 通常无会远离洞穴 稍微察觉到危险 它就会立刻拉响警报 同猎狗家族相似 非洲野犬也拥有庞大的种群规模 但是对于眼前的这个家族而言 过半数的成员都是年轻的新生一代 庆幸的是 他们完全可以远离洞穴 跟随大部队出门狩猎 但顾及到幼崽们的安全 非洲野犬还是会主动避免 同猎狗家族直接冲突 然而猎狗家族的骚乱 让年轻的磁暴心生不安 同猎狗和野犬相比 花豹的优势就在于 遇到危险 它可以爬到树上 躲避各种竞争者 可猫科动物 似乎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 它依然谨慎地关注着 非洲野犬和猎狗家族的动向 声心激进 这原本就是猫科动物的天性 年轻的磁暴更是如此 听着刺耳的嘶吼 它把这种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成年猎狗回到老巢 小猎狗停止了咆哮 但这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 因为猎狗首领依然在带队警戒 花豹并不能构成威胁 可是在家族成员尚未聚期之前 规模庞大的野犬群必须警惕 咆哮声穿透着灌木丛 年轻的磁暴干脆爬下来休息 不管是野犬还是猎狗 静观其变 在躁动结束之前 最好是安全地待在枝头 终于猎狗家族平静了下来 老巢之外 幼崽们也纷纷出来活动 新的一天开始 这预示着杀戮和冲突 又将持续上演 年轻的磁暴 在枝头等待了许久 清晨的细雨勾起了他猎杀的欲望 他准备离开大树 开启他新一轮的狩猎行动 与花豹不同 猎狗家族的狩猎从来都不需要偷袭 除了集体出动 攻击大型目标 猎狗也是西树草原上有名的投机者 女组长近期很少参与猎杀 但是大量家族成员分散在领地中 他们最善于掠夺其他捕食者的胜利果实 所以对于花豹而言 捕到猎物还只是成功了一半 赶在猎狗们发现之前 他还必须及时地把猎物叼上枝头 并且花豹的竞争者也不单单只有猎狗 果然随着细语间隙 狮群也开启了狩猎模式 领头的磁尸发现了情况 利用人类的汽车作为掩护 他悄悄地发动了偷袭 然而被盯上的却是正在狩猎的磁豹 可能是太多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对猎狗和野犬的堤防上 年轻的磁豹疏忽大意 他忽视了自己最大的威胁 当磁尸步步逼近 双方的距离就在追捕范围之内 伏击的高手也遭到了伏击 不管他能否躲过 这都是生存的凶险 狮王正在巡视领地 而且狮群的领地 同猎狗家族高度重合 当体型硕大的雄狮 路过猎狗家族的栖息地 这无疑是对猎狗幼崽 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当然 不同的捕食者之间 最终都是相互平衡的结果 猎狗家族留守的 也都是体型硕大的雌性 嗅到雄狮留下的气息 多知猎狗沿途戒备 这证明了他们对竞争者的警觉 然而 对于所有的捕食者而言 冲突更多的 还是在激烈的狩猎过程中 狩猎中 狮群遭到了河马的驱赶 这头河马体型巨大 它摇动着尾巴 挥洒粪便 这是河马在宣誓主权 水塘是河马的最爱 它不仅不允许狮群接近 就是同类之间也经常争夺水域 见狮群不肯离去 河马的暴脾气足以让狮群明白 并不是只有捕食者 才是西树草原上的主宰 突然 躁动发生 趁着林林前来饮水 狮群立刻展开围猎 然而耐力是狮子的短板 不能第一时刻将猎物捕获 就只能看着猎物扬长而去 巧合的是 非洲野犬们同样在这片水域活动 狮群的驱赶 让林林慌不择路 这无疑是给野犬家族创造了机会 叫声越来越近 野犬首领立刻带队行动 果然硕大的雄性林林被堵到了水边 随着更多的家族成员赶来 寡不敌众 林林也只能退入水中躲避 但不幸的是 水中的河马也在对他实时驱赶 这就让受困的林林父辈受敌 冲突持续了很久 越是如此 林林的处境越是凶险 因为水中依然有神出鬼没的杀手 狩猎失败 此时首领带领着狮群返回了灌木丛 或许这才是狮群最明智的选择 茂密的树丛是食草动物的避难所 同时这也为捕食者的伏击提供着便利 此时作为狮群的核心 它的选择关乎着家族的未来 果然突然的遭遇让牛群复不及防 所有的水牛都离开树丛落荒而逃 因为此时首领带领着家族已经冲到了跟前 仓皇之际 一位母亲似乎忘记了他已经拥有了孩子 慌乱让这头小牛六身无主 他只能不断吼叫寻求母亲的帮助 可正是如此 小牛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此时首领突然杀出无助的小牛被一口拿下 他没有给小牛任何机会 当场就结果了他的性命 同样狩猎失败的还有非洲野犬 可是野犬家族不比狮群的运气 刚才的猎杀引来了猎狗 这只猎狗掺杂在野犬家族的队伍中 他的心思已是路人皆知 野犬首领发现以后 所有的成年野犬都提高了警惕 猎狗不仅威胁到家族成员的安全 被猎狗尾随 野犬家族根本无法正常狩猎 于是野犬首领带头行动 多知野犬将猎狗包围 趁着猎狗家族的其他成员尚未赶来 他们试图动用武力驱逐猎狗 但是冲突结束 野犬家族可能低估了猎狗的执着 当非洲野犬们聚集在水边饮水 微妙的举动让猎狗做出了严重的误判 这只猎狗误以为现场还有食物 于是他不顾安危再次贸然行动 非洲野犬根本没有防备 也完全没有意识到 一只猎狗竟然敢如此肆意妄为 猎狗突然冲击了野犬群回过神来 野犬家族立刻实施反击 屡次骚扰 他们被猎狗的行径彻底激怒 多知成年野犬紧追不舍 这一次他们一定要狠狠地教育一下猎狗 非洲野犬体型不及猎狗 但绝对的数量优势完全让猎狗招架不住 韬钢的高手同样有被韬钢的风险 为了保住自己的下体 在众多野犬的围困下 猎狗乖乖地躲进了水中 野犬家族在现场逗留了很久 至少目前他们完全震慑住了这只猎狗 花豹是幸运的 他成功地躲过了此师的追捕 但是凶险的遭遇让他迟迟没有回过神来 眺望着西树草原 他没有再轻易地采取行动 生存环境就是如此 高脚龄的天敌很多 可为了争夺交配权 在危机四伏的灌木丛中 两只雄鹿依然决斗得不可开交 当然遭遇的离奇 还有巡逻中的狮王 路过水边 他遭到了大象的驱赶 即便是体型硕大的狮王 脱离种群 他依然有处境尴尬的时候 正五十分冲突发生 西树草原上 两个实力最强的家族开始较量 在突旧的指引下 猎狗家族发现了狩猎成功的狮群 从第一只猎狗肆无忌惮地叼走一根腿骨开始 整个猎狗家族看到了夺食的可能 狮群里没有狮王 大多都是亚成年雄狮 当猎狗们看透了狮群的软弱 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开始跃跃欲试 猎狗家族得寸进尺 不断地接近猎物 亚成年雄狮率先发动了反击 自此两大家族的对决正式开启 可是尽管亚成年雄狮多次冲锋 它根本震慑不住在场的猎狗 它们不退反进 丝毫都不把狮子放在眼里 最后冲突愈演愈烈 两头亚成年雄狮并肩作战 但适得其反 受到刺激的猎狗们 气势更胜 最终 形势危机之时 还是磁尸首领带队行动 它以强大的气势 猛烈地冲击猎狗 一股作气总算是保住了家族的颜面 这就体现了狮王在狮群里的必要性 午后的西树草原 阳光照耀着大地 猎狗们迎来了它们最欢悦的时刻 经历过同狮群的对抗 多只猎狗聚集在水塘里玩耍 动物们确实也会有情绪上的发泄 虽然猎狗的投机 并不受动物爱好者的青睐 但是站在生存的角度 猎狗的确是生存的强者 家族极强的凝聚力 这是它们敢于同狮群对抗的前提 相同的道理 猎猪作为弱势群体 猎猪的天敌很多 幼崽的死亡率高达五分之四 但是猎猪能够遍布整个非洲草原 并维持着相当的家族规模 这就得益于它们超强的适应能力 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遭到狮群追捕 猎猪家族撒腿就跑 虽然猎猪也拥有相当的耐力 但是危险发生 遇难的也通常都是幼崽 巡逻半途中止 狮王回到了灌木丛 同家族失散的猎猪幼崽中了头彩 能够捡到便宜 这也是得益于种群的馈赠 脱离种群 强悍的捕食者 同样会成为弱势群体 当猎狗家族发现落单的雌尸 他们立刻动手 当场就展开了围攻 并且这不是为了食物 更不是领地之争 这是赤裸裸的杀戮 遭到猎狗家族的追捕 硕大的成年雌尸 也落荒而逃 现场的猎狗数量并不是很多 经过每一棵大树 他们都仔细观察 是否是雌尸的避难所 没有发现对手 猎狗们也没有就此收手 高草丛是狮子伏击的最佳场地 可猎狗们依然在持续搜捕 耐力是狮子的短板 没有多久 猎狗们就重新赶上了雌尸 对抗再次发生 一一敌似 雌尸寡不敌众 这一次 他切实地感受到了猎狗的凶悍 猎狗粗壮的颈部 他们足以扛住 狮子的锁猴 但猎狗恐怖的要合力 狮子无论如何 也招架不住 最终猎狗们 失去兴趣而去 离开之际 我们看到了 搏斗的结局 尽管脸部带伤 但 这只猎狗气场不输 只等猎狗们远去 被困枝头的磁尸 才解除了危机 他缓缓地离开了大树 没有团队扶持 狮子也没有我们想象的强悍 黄昏时分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 这只年轻的磁豹 悄无声息 他成功捕获了一只跳铃 作为西树草原上 最为皎洁的杀手 这样的结局 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日落之前 所有的动物 都开始寻找 合适的栖息地 生存竞争说到底 就是对生存空间的争取 因为更大的空间 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机遇 出于本能 小猎狗也不再四处乱窜 它们纷纷回到自己的洞穴 准备迎接黑夜的到来 当然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也只是西树草原的冰山一角 交配繁殖的高峰期 捕食者和被捕食者 都会大量聚集 冲突和杀戮 也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惊奇 暮色将近 唯一遗憾的 就是野犬家族 他们至今都没有捕到猎物 野犬首领带领着团队 继续搜寻 虽然并不需要带回食物 喂养幼崽 可没有哪个捕食者 甘愿在雨季忍受饥饿 所以在西树草原 夜幕降临 同样意味着杀戮的开始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探长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的频道